慶祝8月1號原住民族日 花蓮市公所7月30號下午 在花蓮市的舊鐵道行人徒步區 舉行112年度部落一起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 安排了原創市集首作體驗 歌舞饗宴還有話劇表演 吸引了不少觀光客和民眾到場同歡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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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市112年馬布隆吉塔 部落一起原住民族日系列慶祝活動 30號下午在舊鐵道行人徒步區省大舉行 由12名頭目及貴賓們 以傳統儀式進行祭祀祈福後 為活動正式揭開序幕 花蓮市部落婦女帶來精彩活力的 健康超級洞聽的鼓吊吟唱 現場也盡興安排原創市集 談位美食脫穎手作體驗 以及攸關原住民福利的政策宣導 而其中還有族與家庭 帶來特別的日子話劇演出 吸引不少觀光客及民眾到場同歡 也更加認識到原住民族的文化及精神 那其實我們將我們原住民族 大概在25年前我們更民運動的 這一個由來 然後我們舉辦這樣的活動 要讓我們所有的市民了解到 其實在更民運動的這個部分 有非常多的我們的 包括我們部落的主人的 還有很多的以前的一些民意代表 甚至是我們前總統李登輝 還有很多的部落的一些學生 發起這項運動 那是從三包改成原住民族的這個部分 那可能在我們的法令上 也進行了很多的修正跟一些突破 那在此我們在這裡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也期盼我們包括我們部落的傳統文化 都能夠持續的延續下去 包括我們封面記 包括我們的語言 包括我們可能部落的一些手作等等之類 我想華蓮市公所在這邊會持續的 為我們原住民族持續的奮鬥下去 華蓮市公所也將在8月1號上午8點至下午4點 由原型客同仁穿著族群圖騰背心 雲下供民眾進行語言繪畫 趣味教學小遊戲 並執政原住民手工藝小禮物 而公所一樓市民廣場也將展出 華蓮市各部落文化歷史導覽刊版 透過足以老師介紹 讓市民朋友認識在地部落文化 也增添原住民族日的緩慶氛圍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一同到場 共享盛舉 記者 徐立晴 華蓮市報導